大家好 我是薩提斯 這次有幸獲得了 世關掌合集的最後一戰二測試版資格 能搶先玩到遊戲電腦版的其中一些部分 就讓我來帶大家看看 測試版中有哪一些全新的內容吧 這邊先跟不了解的人解釋一下 世關掌合集這個遊戲包含了 歷代全部的Halo射擊遊戲系列 一直以來都是由XBOX平台獨佔 而一直到了PC則是最近的事情 預計會照著遊戲劇情的時間軸一次推出一款 現在的Steam版可以玩到的是Halo Reach 前傳還有Halo初代重置版 這兩邊遊戲我之前都有做過詳細的評論影片 有興趣的點擊資訊卡就可以看看囉 那讓我們回到正題吧 Halo 2 對很多人來說 真的是開創了線上夾擊多人模式的傳奇遊戲 甚至可以說沒有了它 微軟的XBOX LIVE絕對不會像今天一樣這麼的成功 這次的測試版可以玩到的其實還不少 可以大致的看出343工作室目前的優化進度 先從最基本的設定來開始看看這次測試的優化進度 遊戲視野最高已經可以支援到120 遊戲的設定裡面可以選擇60幀或無限制 但是畫面的選項依然只有三個 我認為這真的是不及格 看這個情況基本上應該等到全部的遊戲都出完了 才會有新增其他詳細選項的可能 首先來談談戰役模式 測試版中可以玩到的關卡其實蠻多的 遊戲和一代重製版一樣可以在舊版 還有新版的畫面中隨時的切換 雖然有點改變原先畫面的味道 但是新版的光影系統真的是讓人家讚嘆到沒有話說 在增強模式下遊戲的重製版畫面 真的是讓人家眼睛一亮 重新看到經典的Battle Rifle 在高品質的貼圖跟解析杜底下 槍槍幫野豬獸開生日派對 搭配上重製過後remix的爽快戰鬥音樂 讓我好像重新重溫了2004年的感動 目前玩下來我覺得有一些小問題 感覺可以再進步一點 就希望到時候343工作室可以修正這些部分 首先是遊戲關卡在載入的時間感覺非常的長 有時候可能會等到2-3分鐘左右 比起正式版的Hello C1跟Hello Reach都久了不少 還有重製版的畫質下 遊戲的幀數不是非常的穩定 時常會有突然掉幀的情況 嚴重的時候有時候甚至會直接當機 另外一點也跟幀數有關係 因為遊戲許多的animation 最多似乎只支援到60幀 開放無限幀數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種人物跟敵人的動作 跟實際遊戲的幀數不吻合的情況 讓遊戲的帶入感降低了不少 有一點嚴重的影響遊戲體驗 如果鎖定60幀的話 可以減緩一下這個問題 最後一點應該是我個人的喜好問題 原版的遊戲轉心其實是偏下一點的 只是當我置中畫面的時候 遊戲的槍支模組感覺有點偏大 有時候甚至會擋到視線 最後來稍微談談遊戲的多人模式 因為沒有正式上線的關係 遊戲的多人沒有辦法跟其他人連線測試 只能開開多人地圖來看看 目前二代經典的地圖模式全部也回歸 幀數與遊戲都蠻穩定的 不過這個也在預期之內 畢竟在過去官方已經有推出二代電腦版 只是在當時是對應Window Vista的系統推出 我蠻好奇 在現在射擊遊戲競爭這麼激烈的情況下 經典Halo 2的多人模式 能不能再一次的奪下一片大餅呢? 接著就是基於Halo 4代引擎 重新製作的Halo 2重製版地圖了 雖然地圖的章數並沒有很多 但是不得不說 重製過後的多人遊戲地圖 真的是讓人家非常的驚艷 尤其是背景後面驚人的Skybox 真的是讓人家嘆為觀止 可惜幀數還是有著不穩定的問題 但是也不會到非常的嚴重 就是蠻老人的而已 同時遊戲也有完整的劇院模式 可以讓玩家重新看看自己完整的對戰影片 看來整體優化的完整性已經到了後期的階段了 其他像是玩家的造型制定 還有徽章等等功能幾乎都完成可以運作了 看著這些超級戰士在Unreal引擎的光影加持下 看起來多麼的性感又暴力啊 針對Halo 2測試版的心得就到這邊 到時候推出的時候 我也會製作一部完整的解說靈論影片 想要玩到測試版的玩家 可以去微軟的官網註冊申請 連結都會在說明的下面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訂閱按下小鈴鐺 想知道更多消息或是想要一起遊戲的朋友 可以追蹤我的Twitch FB還有Discord 最近幾乎都在實況FF7 相信下週或是下下週應該就可以製作完整的評論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字幕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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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